近期,福建邪福龙头老大的富贵鸟,神仙斋务危机富贵鸟遭证监会调查,员工流失严重大班车间已停工,寒冬之下,不仅服装大品牌的日子不好过,更多中小服装批发商也在苦苦挣扎。 来到福建邪的服装批发城实施服装城,即便这天是周末,人流量也是稀稀拉拉,没有生机,很多工人躺在马带上睡觉,批发商们坐在店面低头看手机。 在这里最不缺的新闻就是,老板去来了等消息,福建省服装业的兴起,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,由于地理位置等优势,当时的服装企业主要以代工为主,许多企业靠订单吃饭,来了加工,赚的是加工费。 在人工成本较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,取得了很大的发展,竟将一家服装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,在有人口红利退去的情况下,这种发展模式也就面临着很大的难题。 现在赚的就是一点加工钱,企业大都没有自己的牌子,没有品牌附加值,拼的是价格。 全收服装行业协会相关人士分析,少数协服品牌,由于前几年误判形势,盲目扩张生产线和国内销售终端,甚至对外跨领域涉足主业之外的投资经营,导致固定资产投资额,远远超越了自身资金承受能力。 造成部分贷款逾期,甚至走向停产,倒闭。 实施服装城批发商在店里看手机,在服装城记者还发现很多冒牌服装,一件新款奈何品须也只有30元人民币,实施服装城批发商在店里看手机。 实施服装城,一届商家销售压力增大,甚至因为撑不下去而从商城撤柜。 富贵鸟这家创立于1991年的泉州幸福品牌,曾经风光无限,最近劝人年爆出惊人猛亮,深杯30亿巨债,半数厂房停工,员工流失,甚至被证监归立案调查。 而目前,富贵鸟总部工厂,一共有四个车间,目前只有第一车间和第二车间有员工在作业。 第三车间和第四车间的机器已停工,有很多机器都摆到了车间外面的故道上。 实施服装城关闭的富贵鸟专卖店,实施服装城是全国主要的服装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之一,素有有些无处不经商,不天盖地万事装的美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